大家好,我是云烟 我们家孩子非常喜欢吃卤牛肉 今天来卤几斤 牛肉里面不打淀粉 也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 用最新鲜的牛肉卤 卤菜店里一般是用冷冻牛肉卤的 喜欢吃牛肉的可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 这七斤牛煎子肉 放到清水里浸泡三个小时 把血水泡出来 如果块太大的话可以切小块一点 这牛肉炮好以后 倒掉血水 切一点姜、洋葱、小葱、香菜 将这些蔬菜清洗干净 然后用手搓出汁出来 搓出汁以后 加入牛肉 加入70克盐 70克生抽 50克黄酒 70克糖 30克高度白酒 25克牛肉香料粉 10克白胡椒 50克蚝油 这所有的调料加好以后 翻拌均匀 放入冰箱里冷藏腌制一晚上 这牛肉腌制了24个小时 已经完全入味了 锅里放上清水 把这腌好的牛肉冷水入锅 把牛肉焯一下水 水开煮5分钟 把浮沫打掉 牛肉捞起来清洗一下 准备一下卤牛肉的香料 具体的分量看屏幕上的文字 把香料放到枕子里 清洗一下 花椒和辣椒另外清洗 清洗干净的香料 把这炒果的纸去掉 只要皮 香果入扣敲开 都敲碎 香料里面放一点温开水 放一点高度白酒 把香料浸泡40分钟 去除里面的苦味 不去钢的锅里面放5斤水 加50克盐 再加入老卤汤 这卤汤是我冻在冰箱里的 就是上次卤菜时 把卤汤摇起来 冻在冰箱里就可以了 没有老卤汤的 就直接放清水也可以 按一斤清水10克盐加盐 这香料泡好以后 拿一个包汤袋 把这清洗好的辣椒和花椒 装在包汤袋里 把这泡好的香料滤出来 也装在包汤袋里面 系上 这卤汤烧开以后 包汤袋扔到这卤锅里面 加入前面焯好水的牛肉 大火烧开以后 转出一小火 盖上盖子 老牛的话 卤一个小时 内牛卤30分钟左右 我这个是老牛肉 卤了一个小时 这筷子很轻松的捅穿牛肉 就可以了 关火 牛肉不要马上捞出来 放在锅里浸泡三个小时 不要盖盖子 这牛肉泡好以后 捞出来 这自己在家里做的卤牛肉就做好了 非常的入味 牛肉里面也没有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和淀粉 做回锅牛肉 酱牛肉 都是非常好吃的 想吃的就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点个关注吧 我是云燕 下期见 下期见 酱牛肉 盐 奖